七九天的台北美食展目前正在进行 希望吸引海内外老涛来尝鲜 不过能受到速毒风波的影响 即使是有合格检验的业者都说 这一次的业绩降了两三成 也担心台湾美食王国的名号会受损 韩国宾只要一百块哦 要买要快哦 日震当务美食展的知名宾品夺人眼目 打出特价优惠抢顾客 不过放眼望去 现在速化风波的五大类食品 冰淇淋 果酱 饮料 在场内统统见得到 海内外民众对于台湾食物还有信心吗 我觉得当然是会有影响 但是就是说 还好说现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也还好就不会太选择 其实如果没有那些人来参那些 有的没有的应该是很好的 台湾美食有信心就对 对啊 很有 也没听说 没听说过 棺材和 对啊 我在买报道 认识 台湾是不坏的 对啊 没问题 我吃 每个地方都不坏的 观众的民众表示放心 因为美胎业者通通摆出合格证明 也强调天然食材 现做无添加剂 不过老板透露 受素化风波影响 原本刺激业绩的美食展 人潮还是少了 我觉得还是有比以往的美食展稍微有落差一点 大概下降有大概两成到三成左右 当然有摆放合格的证书会比其他店家有优势多了 是像我们台湾是水果王国 然后甚至是小吃 然后都以这些文明 那我觉得说 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信心重新建立啊 这也是我们未来一个很艰辛的路途的 老板语重心肠 希望政府脚步 赶上每天披露的速度食物 根本上给民众交代 留住台湾美食王国名号 行动二人也是电视 张博顺乘真 台湾内报道